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王姐,今天王姐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经常出门在外,住住酒店的亲们 怎样分辨床上的床单被造,换与不换的区别 以王姐多年从事酒店行业的经验 今天我要告诉大家 我现在告诉你,就是客人刚退的一间房 我怎么把它整理的,就像你们以为是换过的 对不对,我现在开始整理 我让你们看,好吧 让你们看看 它跟换过的样样的利索 我们先把床上的薄化 全给它拨拉下去 好,我们现在开始整理 因为客人碎果它有折走 我们现在拿一块湿的毛巾 现在开始擦 都得擦,知道吗 以王姐的经验 王姐现在告诉你们 因为王姐做防扫已经做了十几年了 知道吗,亲们 我们现在开始放枕头 一定把它枕头要抖 知道吗 因为枕过的,你必须抖,你知道吗 把它抖得斩斩的 看,看清楚了吧 看清楚了吧 这是没有换过的,是我整理过的床单 怎么样 相当整齐吧 重新换一套 我再让你们辨别 你们就知道 以后住几年该怎么辨别 换与不换了的区别 好,我现在开始撤 重新换一套 你们以后 这几年就知道 咋样辨别了 王姐今天清清楚楚的 给你们介绍一下 亲们看到王姐的介绍以后 你们以后住几年就不用开盘 知道吗 你就知道 换与没换的区别在哪里 看,这是换过的 我现在可以套整套 看 这是换过的 亲们 就是这小小的折皱 看见没 就有这折皱 你不要小看这 只要是有这个 这个都在 就是换过的 还有这枕头 看到没 看到没 有这一到大的折皱 它都是换过的 这是很好区别的 知道吗 亲 在这里 王姐要告诉 经常出门的亲们 出门的时候 一定自己 穿上一身睡衣 或者戴上一个床单 铺到床上 你知道为啥 因为不炒 在送洗的过程中 它还放了很多的那个上 巴丝呀 漂白剂呀 对我们身体都是不太好的 所以说 以后出门 亲们要注意安全 知道吗 其实分辨是好好分辨的 越是磨得整整齐齐平平的 连一个折皱也没有的 那就是没有换过的 懂了吗 亲们 如果是你到酒店去一看 它有折皱 那是绝对是换过的 是没问题的亲 但是王姐还是 最后最后 还是要提醒 大家出门 自己戴上一个床单铺上 或者是戴一身睡衣一传 嗯 防止那个安全吧 这样的这样特别安全 真的 我们关键了 我们关键了 我们看会有关于 还有个胱子 还不是 我们 edge 我们就会跑到 我们现在就能帮助 我们 都看会会有关于